自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 这是东汉末年名士许少对曹操的评价 后世将曹操视为乱世奸雄正远处于此 无独有偶 在曹操之后二百年的冬季末年 同样天下大乱群雄逐鹿 却有这样一位人物 只用短短数年便白手起家 从无到有 以铁腕手段建立起了诺大疆域 论武功文治与曹操颇为相似 后人对他的评价也在英雄、萧雄或奸雄之间反复变化 甚至称之为第二个曹操 此人便是刘裕南北朝时刘宋的开国皇帝 那么刘裕与曹操相比究竟孰强孰弱 二人之间又有什么一同呢 刘裕自得于东晋彭城郡人 相传为汉高祖刘邦一亩地楚元王刘娇后裔 西晋时五湖乱华 北方大批士人衣冠难渡 刘裕的宗族也举家从彭城南下 迁移到毗邻郡单途县金口里 刘裕便出生在此地 刘裕祖父为郡首 父亲为郡公曹 外公为平原太守 在重视门帝的魏晋南北朝 门帝的高低贵贱看得不是家财 而是家族中人的社会地位 刘裕副祖的官位都不算太高 更是北方来的将门属于低级氏族 刘裕的一亩地刘道连早年为国子学生 国子学是给权贵子弟专门设立的学校 从这点上看 刘裕出生虽然说不上好 但还不至于太差 不过刘裕家里很穷 综合而言 相比起其他士族 说他出身寒威并不为过 刘裕的生母在刘裕出生后不久因病死去 父亲因请不起如母 一度想过将刘裕抛弃 所幸姨母自愿担负其养育刘裕的责任 刘裕才得以存活 也由于长期寄养在姨母家 刘裕得了个继奴的小名 刘裕长大后 雄杰有大度 风骨其尾 不拘小杰 更不计前嫌 侍奉继母 十分孝顺 渐渐闻名 他青年时期是在清贫中度过的 直到年鱼而立 不愿一辈子庸庸碌碌 才决心奋发图强 两进选拔人才 遵循九品中正制度 世家门法掌握了大部分的政治资源 大士族的子弟能当高官 中等士族的子弟也能获取相对应的官职 层层垄断 留给低等士族或者寒门的机会 少之又少 刘裕出身低微 只能进入军队 在北辅军将军 孙无忠手下当司马 辅佐孙无忠管理军事 大体上只是一个低级军官 变观中国古代帝王 这个起点已经算低了 反观曹操 祖父曹腾与东汉强大的宦官集团 石长氏有交情 父亲曹聪则官至太位 据为高官 所以他的家事虽然比不上袁绍 袁树等世家豪族 被称为赘烟遗仇 但在普通人眼中 也实在渴望不可及 而且曹操母家夏侯氏 也是地方豪族颇有权势 良好的出身对曹操帮助很大 他年仅二十岁 便得以举孝林成为郎官 不久又被升任为洛阳北部位 随后黄金之乱 更得以当任其都位 独领异军前往尹川郡平乱 可谓一帆风顺 等到曹操独自起兵 讨伐董卓的时候 曹操依靠官位与名上 能够做到短期 拉起一支规模可观的队伍 而且得到诸如曹氏 与夏侯氏等 乔骏系武将以及寻狱 寻忧 郭家等尹川世人的帮助 相较之下 刘豫在三十岁前家世寒威 甚至为了赌博倾家荡产 遭乡理清笔 属于底层的混混 从军后 也是从大头兵当起 展现出了能力 才被提拔为军官 缺乏背景 也缺乏人才 曹操的起点 无疑比刘豫要高 仕途也要顺利 容易许多 曹操早期发展很大程度上 有赖家世的显赫 刘豫则是真正的一穷二白 靠自己打拼 单论起家难度 刘豫要大于曹操 文治武功 自古便是考量上位者的重要依据 现将文治武功 分成军事与政治层面 进行比较 军事层面又可分为 个人武勇 与战功两个角度 进行对比 刘豫个人武勇的强悍 毋庸置疑 东晋龙安三年 吴斗米道教主 孙恩谋反 其叛军席卷江东 东晋北府兵将领 刘劳之率兵镇压 当时刘豫也在军队中任职 刘劳之命令刘豫 带领几名赤猴 侦察叛军洞下 刘豫奉命而出 却不料行踪泄露 被数千敌人逼上悬崖 虽然寡重悬殊 但刘豫毫无畏惧 依旧立战 等到刘劳之的援军赶到 却见刘豫独自一人 手持长刀 追击着刘军数千人砍杀 刘军因为畏惧刘豫的凶悍 纷纷向后逃窜 一人追击上千人 位为奇观 即便史书中有夸大成分 但联系刘豫 长期在军队基层摸爬滚打的经历 定然也有迹可循 那么曹操如何 曹操早期在起兵讨伐董卓时 曾有士兵趁夜叛变 曹操亲自上阵评判 杀叛军数十人 表现同样十分勇猛 但比起刘豫 以依追迁 依然逊色 论战功 刘豫一生南征北战 殊少胜多 周山之战 将不可一世的环旋 赶出建康城 给东晋朝廷 强行续命 趁南烟动乱之际 果断出兵 将之灭亡 镇压叛军 卢巡之乱 再次给东晋续命 派遣军队 攻打乔蜀 灭之 北伐后勤 王岐国 灭其族 收复旧都长安 洛阳 更发明战阵 雀跃阵 将步兵与水军相结合 以两千人击溃北魏 三万铁骑 一度使当时的东晋 成为南北朝时期 最强大的政权 刘豫的军事思想 非常丰富 不仅善于战略决策 和战役指挥 还善于战术革新 不仅善于指挥 乃至骑兵作战 还善于各兵种协同作战 这也是他能屡次 北伐成功的重要因素 曹操的战绩 也很亮眼 征讨黄金军 于纪北国大胜 逼得黄金军全员投降 匡庭之战 大破袁术 结衍州之围 在扇县 打败前来徐州支援 陶谦的刘备 使陶谦 差点放弃徐州 逃回老家丹阳 关渡之战 将巅峰时期的袁绍 打得逃亡夜城 不久后就病死 随后灭元氏 北征乌环 维持了北方地区的稳定 同关之战 大破名将马超 为控制关中局势 与西取汉中 创造了条件 由此可见 刘豫与曹操 在战争功绩方面 难分伯仲 再看政治层面 政治层面 则可分为 治国能力 与自身文化修养 两个角度进行对比 先看治国能力 刘豫在位期间 遵循晋朝土断政策 对土地进行改革 也就是统计各州郡县的人口与土地 消除了隐藏人口 使国家管理制度 有了极大的完善 此外 刘豫虽说 自身文化程度不高 但政治举措 却很是老练 对内重视教育 广开沿路 提拔寒门子弟 结束了自魏晋以来的 门阀专政的局面 开创了南朝时期 寒门子弟可以掌握 机要官职的政治格局 对外 削弱强翻 进一步加强中央集权 避免了西晋八王之乱的 再次发生 曹操则是用人为财事局 在农业上大兴屯田 在经济上实行 盐铁官卖制度 轻摇薄税 对当时东汉社会经济的 整顿与恢复 起到积极作用 在政治上 任用王修 蛮宠 贾奎等干例 推行法制 抑制了大祖子弟 违法乱纪的情况的发生 司马光曾在资质通鉴上说 曹操的政治是 话乱为制 不无道理 在这一点上 刘裕与曹操也难分高下 再看自身文化修养 刘裕小时候家庭贫困 温饱都是一个问题 但别说读书写字这一类了 曹操则是不然 他是文坛三曹之首 建安风谷的开创者 一生做事无数 文学修养上是未尽之计 天花板级别的存在 绝非大头兵 刘裕可比 综上可知 刘裕与曹操在文质武功方面相对持平 但刘裕要在个人武力方面略胜一筹 不过曹操文学修养也胜于刘裕 两人可谓各善盛场 不分伯仲 刘裕前半生 家境困顿 自己又一度沉迷赌博 自然在教育子女这一点上并不到位 中年之后又长期过着金戈铁马的生活 对子女更无暇亲固 子女的素质可想而知 比如刘裕 曾因为没有可信任的将领 竟让年仅12岁的子子刘裕珍 留守长安 导致关中将领群龙无首 一片混乱 年幼的刘裕珍 更是听信小人的谗言 残杀忠良 由此导致 胡夏皇帝贺怜勃勃趁虚而入 攻占了长安 刘裕的三子宋文帝刘裕龙继承地位 在位前期虽有原家之志 使国家得以休养生息 但后期不顾国情与时机 盲目北伐 穷兵独武 不仅导致原家草草 仓皇北顾 更是直接掏空留宋国力 最终死在了自己的儿子手上 刘裕的曾孙刘子叶 更是古代昏君的典范 狂辈无道 杀害忠良 荒淫无度 其尚未仅一年就死了 刘裕的这些后人 都使刘宋江山的国力与民心 有了极大的消耗 最终导致刘宋灭亡 这些都是刘裕 轻视后代教育所造成的后果 曹操却与刘裕大相径庭 曹操是一位优秀的政治家的同时 也是一位优秀的父亲 之所以这么说 是因为曹操的儿子们 在其教导之下 成长得十分的优秀 且分别在各个领域上 或有剑术 正应了那句话 虎父无犬子 曹操的长子曹王 很早就跟随着曹操 南征北战 感受战争的氛围 以及教导其军营中的诸多事宜 然而 在冤城战役中 曹操遭受张秀的偷袭 在生死关头 曹王将自己的战马给了曹操 自己则在乱军之中被杀 在生死关头能毫不犹豫选择保全父亲的姓名 可见曹王从小就具备良好品德 这当然与合理合适的教育密不可分 还有与曹操并称为建安三曹的曹丕曹池两位兄弟 前者为曹魏政权的开国皇帝魏文帝 在魏几年内兢兢业业 对内发展屯军田制度 发展经济使境内人民得以安居乐业 对外北平显卑南征东吴蜀汉 巩固也发展了曹操时期的曹魏势力 为日后的三国大一统立下了良好的基础 后者曹植更是三国时期的大文豪 留下了七部师这样的千古名句 就后辈教育来说曹操完胜刘裕 两人都对他们所处的朝代有着巨大的贡献 都堪称不是初的英豪 刘裕稳定了南方政权 保护南方百姓免受伤害 北伐五湖对外战争 是晋朝暨八王之乱以来 第一次对北方游牧民族的沉重打击 曹操结束了中原地区近二十年群雄割据 战乱不停的局面 为日后西晋统一天下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同时也一定的保障了中原地区的安居乐业 曹操与刘裕差别在其 兼与萧二字的差别上面 曹操晚年虽被封为魏王 且可持佩剑上朝 但始终没有称帝 东汉末代皇帝汉贤帝刘协 也在明面上对其表示尊重 曹操的奸诈在于自己并不会去称帝 而是让其子曹丕子成副业 经历两代人努力后 自然而然地过渡到地位 其子曹丕虽待汉自立 却没有加害汉贤帝的性命 他的做法也在后世被人借鉴 比如后来的司马氏历经祖孙三代人的努力 终于称帝后 只是把原先的曹魏皇帝降为陈流王罢了 且曹魏皇室在封帝仍然可以享受皇帝的一切权利 刘豫一生征战 功成略地无数 摧毁的政权多达五个 更是杀死了环楚的环玄 南烟的慕容氏 后勤的姚洪 晋皇帝司马德宗 司马德文五位皇帝 逼死了西蜀的乔纵皇帝 直接或间接死于其手的皇帝 多达六位 无愧为萧雄 但他这种近乎于疯狂的诛杀皇帝的维护统治稳定的做法 也给后世带来了隐患 同时也打破了自汉代以来灭国后不杀皇帝的做法 在刘豫之后 但凡武将夺权后都开始逐杀先皇 刘宋最后一位皇帝 宋顺宗刘准也在兵败后被杀 刘豫篡权后 为后世带来的恶劣影响要远高于曹操 事已虽然君为雄杰 但刘豫为宵 曹操为亲又有不同 从个人层面来说 刘豫的故事显然要比曹操 励志与哲学的多 三十岁前 仅为世锦小辈 仅仅用了二十三年 从草根做到了南朝宋国的开国皇帝 刘豫的奋斗史可以说是充满了传奇 同时也激励着后世人 皇帝尚且可以通过努力得到 你又为什么不可以是下一个刘豫呢 就对后世的影响层面判断 刘豫与曹操平分秋色 至于刘豫与曹操各有的一些小毛病 比如刘豫爱好男色 晚年让面容交好的谢慧 当任太子的辅政大臣 导致刘豫死后权臣乱政 以及曹操好人妻 间接导致长子曹昂在冤城的战死 但这些都是一些个人怪癖 无伤大压 刘豫与曹操虽不属于同一个时期 但二人所处时代的背景惊人的相似 所建立的工业也大相径庭 纵观起家难度 文治武功 后背教育 以及对后世影响这四个最重要层面 大狼认为二人实属神仙打架 难分高下 刘豫与曹操都不愧为时代的英雄